好了 主播 各位觀眾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日前是到這個坍塌的隧道 要來勘詐 卻被直擊說 他的座車有闖紅燈 以及違規迴轉等事項 今天陳時中也公開道歉了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道歉嗎 會 當然 我剛才講過 當然是有違規就該道歉 罰單來我們就立刻繳清 因為他們有說內湖的警方 其實是有帶密錄器的時候 但是遇到您盤查 你就沒有打開 被質疑是不是遇到時鐘就轉彎 沒有人來盤查我 倒是沒有人來盤查我 可能是對司機 那可能我已經下去在外面看了 所以大概不會 我們還是強調 有違規就該認錯 罰金就該立刻去繳 那麼面對坐車駕駛的回歸 陳時中說當時算他在車上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到 但是今天這警方也開出了裁罰 違規屬實 他們一定會乖乖繳納罰單 也再次對他們示範的 不對的行為做出道歉 那麼以上現場的最新情形主播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